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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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11月12号起 快件进港和出港量将会出现叠加 除了快件运输环节压力增大之外 在末端配送环节也将面临严峻考验 这个是对我们最严禁的一个考试 进出口的峰值会出现叠加 今年的用工在这么大的量 一千四百万票的量的情况底下 没有人工去处理 是很难去完成这个任务的 所以今年的压力就是在人员的压力是满满严禁的 目前各家快递企业也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场地 车辆人员的准备 我市还成立了旺季服务保障指挥部 充分发挥快递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统筹组织全力以赴应对双11的快件高峰 同时 厦门市邮政管理局还将在双11期间成立检查小组 到各企业分拨中心 营业网点 展开地地渠道安全保障专项整治 重点检查快递企业收集验室 实名收集 过激安检三项措施的落实情况 一方面对我们安全工作进行一些监管 另方面对服务保障以及快件的邮件快件的处理 这些服务的情况也做一个监督 发现的问题我们会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并且根据这个情况会进行一些立案查处 邮政管理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双11期间保持理性消费 如果遇到消费纠纷 可拨打各企业官方客服电话 或福建省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中心热线12305 进行投诉反应 那么双11快件量的骤增 极大的考验着快递企业的稳定性和抗压性 随着双11临近 目前我是各家快递企业都已经开始排兵布阵了 而与以往单纯增加人力运力不同 今年依靠电商平台的大数据 快递企业的运力调配将更加科学 在姓林的顺丰速运分拨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分解刚刚送达的快递 为了应对今年的双11 这个分拨中心在去年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一个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新式分解场地 顺丰速运的工作人员说 今年双11在人车飞机等基础运力储备的基础上 他们还将大数据作为突破口 利用电商资源和大数据分析能力 现在他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具体网点的具体快件量 依托这些数据 现在运力将对重点线路倾斜 做到车辆和人员的合理利用 通过科技手段 现在已经能够预测到我们的件量 那我们根据预测的情况 我们进行投入 能够满足到今年的这个双11的高分 今年还针对一些电商的一些大客户 我们做的这个铸厂的服务 包括我们今年新投入的这个这个重资产 也是在也是为了今年的这个整个高分期的应对 快递行业协会方面表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大数据收集处理分析运用能力 将直接影响双11期间快递能否平稳流畅运行 今年双11期间 快递行业协会将成立专门的数据分析小组 来引导各家快递企业更科学的排兵布阵 数据分析小组就是根据阿里的数据 还有各家企业的硬能的数据 处理的数据 投递的数据 然后收集的数据来做匹配 今年我们是注重用数据来引导物流 用数据来做资源的调配 据了解为了应对双11快建高峰 目前我市的11个主要品牌快递企业分拨中心 新增车辆759辆 新增场地66000多平方米 新增各类用工5208名 特别是在末端投递力量上增配人员 双11期间如果遇到爆仓 快建积压等紧急情况 快递行业协会还将启动应急预案 比如说他两天之内 他不能自己不能处理完的 或者说突然出现爆仓的 他可以向协会去反应 因为我们从协会来讲 包括我们各家企业 都有去议备了一些人员跟设备 这个是完全可以拿出来去共享的 记者公家王汉阳报道 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个叫妞妞的孩子 妞妞今年1岁4个月 家住在祥安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近日爸妈带着妞妞准备去医院进行手术 在做术前检查时医生却告知 孩子的血型是泪梦买型AB型血 非常稀少 根本找不到备用血缘 这该怎么办呢 手术还能正常进行吗 上午在位于祥安阳错的家里 记者见到了小妞妞 她正在地上开心地玩着玩具 妞妞的父亲杨先生说 由于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发育比较迟缓 虽然已经一岁四个月 但孩子还是无法站立行走 只会在地上靠双腿挪动 一开始杨先生一直期盼 孩子的先心病能够痊愈 但今年八月 他带着孩子前往厦门大学 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复查时 医生的话让他心凉了半截 今年八月九号有再拍了一次采草 出生的时候是三点多个毫米 就已经长到九点多个毫米 那医生的话就是说不能自医的 所以叫我们尽快做手术 上个月 当杨先生带着妞妞前往医院 准备手术时 医生却告诉他 妞妞的血型无法跟任何的 备用血缘相匹配 这再一次让杨先生不知所措 医生也跟我们解释说 配了四次代血 配了两天 那还是配不上 建立我们的话 再去找血的原因 杨先生随后带着妞妞 来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经过多次检查 医生确认 妞妞的血型属于 类梦买型AB型血 这种血型又被称为恐龙血 比我们常说的熊猫血 RH阴性血还要稀少 据了解 类梦买型血型最早是在印度梦买被发现的 所以才因此得名 在我国极其稀有 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几万分之一 杨先生先后咨询过市中心血站 以及福州 三明 漳州等市的血站 都没有发现这个血型的血源 这可把杨先生急坏了 如果找不到这种血 妞妞就无法进行手术 经过多方求助 昨天晚上 一通来自福州的电话 让杨先生看到了希望 打来电话的萧女士说 自己是泪梦买型O型血 如果妞妞手术需要泪梦买型血的红细胞 她可以提供帮助 下午在下面大学附属第一院 记者见到了萧女士 她告诉记者 自己是在2008年参与献血的时候 发现自己是泪梦买型O型血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朋友的微信圈 花了一篇文章 因为我对泪梦买这三个字特别敏感 因为本身就是这种血型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后面就给杨先生打电话 然后因为刚好今天也回来厦门 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随后 医护人员为萧女士抽了血样 并将妞妞和萧女士的血型进行配型 因为它我们普通人 它这个我们是有一个H的抗原的 它这种H抗原是阴性的 那我们这种人通常我们就怀疑 它是一个梦买或者是泪梦买的血型 因为它O型的泪梦买 如果是只是红细胞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给这个AB型的泪梦买 这个病人用的 经过配型后 医生表示 初步确定萧女士的血型属于泪梦买型血 随后萧女士也前往了市中心血栈 献出了400毫升宝贵的血液 接下来 医生还将对萧女士的基因分行进行最终确认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 最快在下周 妞妞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记者消新黄州报道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昨天我们栏目报道了 湖明丽井小区因部分业主没有缴交供摊电费 供电公司将小区公共用电暂时中断 导致业主的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的新闻 上午记者从小区业主那儿了解到 昨天晚上一名业主先行垫付小区拖欠的供摊电费后 公共用电得到恢复 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湖明丽井小区 在小区的289T记者看到 这几天一度停用的电梯已经恢复正常运转 地下停车场也恢复正常照明 记者了解到 目前小区业委会正处于换届的过渡阶段 一位小区下一届业委会筹备组成员 黄女士介绍说 昨天下午 他们业委会筹备组和供电公司 小区物业以及居委会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一起协商恢复小区公共用电 但最终各方没有达成共识 昨天晚上 一名业主自己先行垫付了小区部分业主 拖欠的16000多元供摊电费 事情才有了转机 虽然有业主先行垫付了供摊费用 小区公共用电恢复正常 但物业公司方面表示 这次缴交的只是9月和10月的供摊电费 除了供摊电费 整个小区还有130多户业主 欠缴各项物业管理费用 共计70多万元 这也使得他们不少工作 无法正常展开 那么这些业主为什么不缴交物业费呢 在采访中 不少业主告诉记者 物业公司的管理不到位 直接导致他们拒绝缴纳物业费 车子停的也是乱七八糟 根本没有引导 因为这些原因就没有交 对对对 他根本不像我们的管家 平时他交给你 保洁什么你先做到位了 我们该付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物业的收支整个状况的明细 很多业主存在疑问 对此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 中多物业的负责人尹先生 他介绍说 他们的确存在管理不到位的地方 针对不少业主质疑的 物业费用收支明细的问题 物业公司方面 都是按照合同规定 每半年公事一次 对于小区业主们 存在的质疑和问题 他们将派专门的工作人员 和小区业主进行沟通 我希望有这些想法的业主 你最好到管理处来 查阅相关的那些账单 今天早上我也让我们的财务部 对于我们这个资金往来 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我们再共试一次 我们也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 以这个沟通的方式 来动员这些业主 一把来缴纳吧 记者萧欣黄车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厦门国际海洋洲 2016厦门国际海洋洲 将于明天开幕 今年海洋洲的主题为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新愿景 新格局 为期一周时间 今年海洋洲系列活动 由国际海洋论坛 海洋专题展览和海洋文化活动 三部分组成 作为海洋洲重头系的主论坛 厦门国际海洋论坛 即第六届发展中国家 海洋可持续发展部级论坛 将于11月4号 在海仓自贸园区创新展示中心举行 预计将有400名国内外嘉宾 同场共论蓝色议题 而系列配套活动 也将突出一带一路的主题 中国东盟国家海洋公园 生态系统管理国际研讨会 促进东亚蓝色经济投融资 区域研讨会等专业性论坛与会议 将在海洋政策法律 海洋经济 海洋生态等领域 展开共同探讨 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交流 另外 第九届中国厦门国际游艇展览会 也将在五元湾游艇港同期举行 本届展览会将在逐渐兴起的 游艇休闲旅游市场中 积极寻求突破 倡导时尚健康的游艇生活新方式 让民众近距离地感受 滨海生活的魅力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您还将看到 在客途中低歌被捅伤 同安警方抓获一名涉案人员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市民陈女士反映 京路花园等多个小区交界的 区间道路上 一处污水一流的问题 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 他们多方反映 但是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在京路花园 京山国际幸福家园 三个小区交界的区间道路上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一处下水井鼓鼓地 往外冒着污水 污水在区间道路上的 三叉路口一流并积存 京路花园与京山国际之间的 机动车道上满是污水 据附近店家说 问题已经存在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因为既脏又臭还很湿滑 对他们的出行和生意 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 走路的时候 跨过来的时候摔过 然后身上挺臭的 就赶快回家了 回家洗澡 那像你这种情况的多吗 有啊 有一些 我看过有些孩子经过也摔过 天气热的时候 那个气味很重啊 很晚这边吹的时候 我店面完全生意都做不了啊 那个臭味啊 一直往里面飘进去 我懂做餐饮的 今天我觉得还好啊 天气转凉了 臭味没那么重了嘛 你夏天来试一下 就是好像就是 餐饮啊 蚊子啊 各种那种东西的 其实冒出污水的这口井 还是处雨水井 但井盖上没有明确责任单位 附近居民在此期间 曾多方反应 但至今没人解决 我们最后一次反应 大概一个星期前吧 对 当时怎么打呼 就市政有回电话 然后说这个是属于区间的道路 他们要上报区里 完了以后区里有让街道回我们电话 说让我们耐心等几天就来解决 记者刘欧华报道 为了缓解祥安隧道近岛方向 交通拥堵的情况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9月21号 交警部门在祥安隧道近岛方向 设置了红绿灯 如今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这个红绿灯效果如何 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红绿灯设置在祥安隧道近岛方向 距洞口100米左右的位置 开启时间主要是早晚高峰期 为了获得最佳的通行效率 根据各个时段的交通流量 交警部门经过反复测试 制定了较为灵活的红绿灯控制方案 其中在每个工作日早高峰车辆 最为密集的6.50至7.20 以及7.30至8点两个时段 执行的是红灯35秒加绿灯105秒的控制方式 从监测的情况来看 在红绿灯启用后 近岛方向隧道内的高峰小时流量 由之前的3265辆增加到3778辆 通行能力提高了大约15.7% 此外在近岛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 或车辆故障时 红绿灯也将适时开启 控制车辆进入隧道 减少隧道内车辆的数量 提高交通事故和突发情况的处置速度 在隧道内发生的情况下 隧道内只有三个车道 那没有其他的应急车道 那到时候施救 道场 救援 包括撤离现场 都要占用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三个车道变成两个车道 那这样子势必会造成车辆的拥堵 根据统计 9月1号到21号 祥安隧道近岛方向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46起 启用红绿灯后 9月22号到30号隧道内 发生交通事故6起 日均减少69% 10月8号到28号 隧道内发生19起交通事故 高峰期仅发生4起 不过交警部门表示 红绿灯启用后 隧道外的车辆排队不可避免 而有些车辆变道 碾压导流线引发了交通事故 祥安大道致隧道口路段 交通事故比改善前 日均增加15%左右 开车时严禁拨打电话 玩手机 祥安隧道全程禁止 变更车道 交警部门将严查各种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咸云 王汉阳报道 昨天晚上10点左右 在同安工业集中区附近 一名出租车司机在载客过程中 被乘客捅伤 受伤的司机立即报警 并向同行求助 经过医院急救 这名司机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记者从我是警方了解到 今天中午1点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归案 昨晚9点多 同样驾驶出租车的老郭 接到了老乡郭师傅打来的求救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急促的声音 他立即开车从海藏大桥一带赶到了同安 来到第三医院时 老乡郭师傅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抢救 至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先后赶来的伤者同行也不得而知 郭师傅被捅伤的地点 是在同级路同安工业集中区门口附近 记者在现场看到 郭师傅驾驶的这辆联谊公司的出租车 正停在路边 民警正在对现场进行勘查 在驾驶座的位置上有一大滩血迹 坐垫还有撕扯损坏的痕迹 大概就是这边 这一块 刚那个鞋已经讲 左边然后这边一道 后面有一道 这总共同了两道 受伤的郭师傅今年40岁左右 来自河南 记者从医院方面了解到 郭师傅胸部右侧伤口叫声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 今天凌晨5点多清醒了过来 根据他向同行朋友的描述 事发前他载着一名男子 从宇州大学城开往同安城南 当行驶到工业集中区附近时 这名男子要求他在路边停车 下车接手 就在车刚停好时 男子突然拿出了半把剪刀 捅向郭师傅 然后迅速逃离现场 接警后 同安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工作 经过15个小时的侦查 今天中午1点左右 民警在同安城南 将犯罪嫌疑人李某路抓获归案 经查李某路今年36岁 来自福建明溪 李某路交代 昨晚他在宇州大学城附近的超市 购买一把家用剪刀 在回家路上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在下课 并认出郭师傅是几个月前 开车差点撞到他的出租车司机 于是心生报复念头 所以故意乘坐郭师傅的车 并伺机对他进行伤害 截至下午三点 评价我是空气质量的 六项污染物指标浓度 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而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2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为PM10 水稻是我国 也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 通常盐碱地都被认为 不适合种植水稻 但是现在 杂交水稻支付圆龙瓶 正在培育一种 适合在盐碱地大面积种植 甚至可以用盐水灌溉的水稻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前些年 在中国南方大江大河的入海口 也就是淡水海水混合区域 国内一些专家发现了 耐检性强 抗病性强 生命力强的野生海水稻 但由于缺乏国家界平台的支撑 海水稻产量不高 抗炎度在0.5%到0.8% 推广性也不强 产量和株形还需要进一步改良 近日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成立 负责人袁龙瓶表示 团队将在现有自然存活的 高耐盐碱性野生稻的基础上 利用遗传工程技术 悬育出抗炎度达到1%的 可大面积推广的 产量能达到每亩200到300公斤的 海水稻品种 目前 我国内陆有2亿亩盐碱地 具备种植水稻潜力 如果推广2亿亩 可以多养活约2亿人 袁龙瓶介绍 海水稻并不咸 从经验来看 碱性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水稻 口感会好一些 而且因为海水稻不生病虫害 不需要打农药 在摊土状态下自然生长 用的化肥较少 所以是天然的有机食品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天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之后 厦门育林妇女产检和生产的数量 增加多少 给家庭 医院 学校 以及用人单位 带来的压力有多大呢 请您收看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 再见